兄弟们,这两个家伙是死是活 不光你们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弄回来差不多也有一个月了吧 一个月我就没见过 你从周边 你也看不见 他就是不出来 一开始我不敢翻 但是很多人就让我翻出来看看 说有可能在里面已经死了 你们让我翻了 万一没死被我翻死了 那千万不要怪我 每个人点个赞 千字画鸭 我开始翻了 说好了 那这是我放进去的木头呢 你们让我放着木头 就是这么久了 就是看不见他们两个 基本上呢 这两个玩意儿已经被大家确认为 他就是敲甲的幼虫了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 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确认 主要是我看不见他出来 你知道吧 我很担心 其实我也担心 他就在里面凉了 你们很多人也说 他在里面凉了 说实话 不凉最好 但是我怕我翻给他翻凉了 你知道吧 我没养过这玩意儿 没有经验 这两只虫也是咱们无意中得到的 是不是 弄来看看吧 呀 这个腐质土 看到没 这个腐质土已经 已经已经就是很轻飘的 就成团的那种感觉了 我感觉可能出问题了 很可能出问题了 真没了 就没出来过到现在为止 按说是个虫 他应该会往外出来 他就是不出来 他感冒太难受了 这两天就是温度往上上升了 动不动就热了 就你们千万得照顾好 呀 千万得照顾好自己啊 别想我让整感冒了出来了 啊就上次没看清楚的 再让你们看一眼 活着吧 好像活着 活不活吗 动活着 然后 他的钢 是 树钢 还有这个头 就是根据种种 呃 种种 那个现象来看 这玩意就是一个敲甲的幼虫啊 现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 做涌 做涌动 后面可能会要做涌动 再把另外一只翻出来看看 下面的腐质土越来越硬了呀 真的越来越硬了呀 还有一个 千万不要把自己弄感冒了 这两天这个天气 我就是 前两天 整理这个房间的这个架子啊 这种房间的这个架子 然后 整出汗了 我就把衣服脱了 结果后面就是 穿的不及时 这两天病毒性的感冒一样 特难受 所以 作为我的粉丝 你们千万就不能感冒了 很难受的 再不是死了在里面 化了吧 腐蚀了吧 真没有 我感觉这个好像是 有点软糊糊的 哎呦妈呀 我去 炸到我手里去了 呃这个是 没死吧 动一动 哦 他拉了一个把拔出来 看到没有 在这里 他拉了一个 他拉了一个便便出来 哪一个是 不说了 这种不是好玩意 我刚扒了他出来 拉个便便 哎呀我去 活的 活的 两个一模一样 哎 我来手里给你们看一下 两个一模一样啊 大小还是一个大一个小 埋进去吧 埋进去吧 然后这个土是不是 哎 我发现我放的木头没有用 你们看到没有 他们没有用木头 所以这个木头我不放里面了啊 我直接就拿出来了 不放里面了 然后他两个还跟他埋进去 埋深一点 这个小的在这边 在这边 把里面土稍微压一下 然后 然后这个 这边土压一下 这个是从这边翻出来的 这边土压一下 这个埋在这边 就这样 土翻完感觉翻少了一点 稍微压一下啊 翻死了我就 罪过了 好不容易弄两个敲脚的右虫 但是也不能确定百分之百就是敲仰啊 你们现在心里的疑问都都有了吧 在这里养着 没死啊兄弟们 还是好好的 然后这个 炉钉机 我跟你们说一下 炉钉机还没有下蛋 但是呢 我又买了一批蛋 如果等着他们下蛋 再浮化出来 再下蛋送给你们 就是猴连马院了 都等不及了 不是你们等不及了 我也等不及了 所以我又买了一批蛋 绝对给你们安排到位了 等好吧 兄弟们 就这样 下回 就这样